欢迎收看金领天下苏丹宏的风暴 真的是延烧全台 现在除了辣椒粉之外 竟然包括了沙茶酱还有胡椒粉 也都是全部都中标了 甚至还影响到火锅业者的业绩 因此下滑了两成左右 而且包括像是国产辣椒的价格 更是因此大跌了三成 另外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认为说现在在晶片供应链的部分 是过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 所以现在美国要帮助菲律宾 让他们的半导体厂可以增加一倍 那么到底美国打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 另外也要关注的是 台湾现在巨音像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况 因为年轻人现在很多都是面临到不在职 而且不就学 这样的比例竟然是高达了两成以上 成年人依靠他人在过日子 这样一个巨音化的一个现象 到底会对经济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还有00940 现在是也有巨音化的一个现象 因为他这个热度报表募集的第一天 整个规模就突破645亿 如果投资人现在要来投资的话 是不是应该放弃在去年很夯的00919 来转买00940呢 我们再稍后都会带您关心 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政大国关中心 建认教授汤绍成 大家好 浙山分析师谢陈燕 大家好 财经专家有庭号 晚安 它根本就是工业用的 那你去想一下 工业用的东西 你怎么会加到食品里面 简单来讲 它就是一个违法的添加物 好 常见的苏丹宏1234号 就是一个非法的添加物 虽然说没有证据说证明这个会致癌 可是问题是 它本来就不是加在食品里 食用过多会不会有问题 膀胱炎 难怪我最近有点贫尿 然后肝肾功能也受损 皮肤过敏等等 为了让食品看起来 为什么要加这个 原来是让这个 不管你添加物也好 让食品看起来也好 那个颜色够红的话 是不是会引发我们的食欲 结果不是只有辣椒粉 因为辣椒是红的 这我们可以理解 调味料 豆腐乳 鸭蛋黄 我们来看一下 云林寄生公司引入的 苏丹宏辣椒粉 好 含这个高雄精湛公司 被剪出来 对不对 好 这个总共就是 多少 21035公斤 有9000公斤流到哪里去 金浮华食品 这个金浮华食品 平常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要不要加一点沙茶酱 对 要不要 然后呢 加了那个味道就很好 甚至有时候涮一下肉片 就沾一下沙茶酱 所以不是不吃辣就没问题了 沙茶酱也没问题 不好意思 他把它加到沙茶酱里面 确实 而且这沙茶酱 他当时引进 就是拿到的这些材料 现在只剩13.2公斤 其他8974.78 我连小数点都念出来 我要让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通通做成什么 沙茶酱 那这些沙茶酱流去哪里 139家他的客户 就那些下游业者 就食品业者 就你看到老板不是常常在炒菜 弄弄弄弄弄弄进去 弄进去 沙茶牛肉 其实很多东西都要用到沙茶酱 这下怎么办 肉羹也是要用到 对啊 现在是不是第一个 就要问你 你有沒有沙茶酱 有 那我没办法吃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沙茶酱使用的 就是它的这个 含苏丹红的辣椒粉 然后你看流向的 包括雅治餐饮 入军后勤走私徽部 结果军人上正常 倒一半脚软 我不知道会不会脚软 但是可能会想要上厕所 因为他说膀胱炎 肝肾功能受损等等 这个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风暴 已经烧到军营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蛮严重的食安问题 大家要注意 所以国防部是预防性先下架 不管有没有 我觉得先下架 这样绝对是一个 对的一个政策做法 那现在看起来 似乎对餐饮业 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为什么 三八臭臭锅 就又不臭又不辣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 他说他没有使用 可是为了避免 怎么办 就停止贩售麻辣锅 也不让人家加辣了 要不要辣 以前会问 现在不是 就不辣 就是不能辣 停止加辣 就是不能辣 那火锅 这下怎么办 麻辣锅 像我超爱吃麻辣锅的 现在怎么办 火锅业者影响一层到两层 虽然 但当然也有人他会觉得说 是真的都有影响吗 无所谓 还是有人去吃 可是问题是 萊克斯有没有下滑 有 下滑的程度 我认为是蛮大的 一到两层 这是蛮大 然后你说炸鸡鸡排 你不是也会有炸粉 那个粉 连那个粉也有 因为现在胡椒粉也有问题 我本来想 路完营要去买一块炸鸡排 鹽酥鸡 所以我突然之间想说 这样还能吃什么 我突然想到 馒头绝对不会有 白馒头绝对不会有 然后平常 大家不是也会吃水饺吗 然后你看八方一局 现在去抽查 因为食药署去验说 这两家公司的材料 确实有这个不符 对不对 结果韩式出辣椒粉 4000公斤到新北市的八方云集 就这里面又有这个 苏丹宏这个摄数 对不对 然后就跑去积荷 阿茶 你的这个材料 已经包到水饺里面去了 做成馅了 那水饺被吃掉了 对 没有存货 已经都没有存货了 进到消费者的东西 怎么办 这有办法追踪 有办法追查吗 我不知道 现在第一波叫食安问题 第二波我担心 还会引发另外一个叫索赔 接下来可能很多人会说 我有吃啊 我有去他家 他是老主顾 那我怎么办 我就真的不舒服 这个我不晓得 会不会又带来另外一波的影响 好 然后卖辣味牛肉干 的店家 他现在去送咽 虽然没有咽出来 可是坦白讲 业绩被冲击 我们讲亲者自亲 可是每个人上去 看到 就觉得 这个有辣吗 有 那怎么办 对 牛肉干现在是没有被咽出来 但是大家现在只要听到跟辣有关的 其实都不太敢吃 所以女孩子现在不敢化妆 因为怕太辣 我们往下看 对 好 那现在全球 其实全球人口当中 喜欢吃辣的人多不多 其实比例是很高的 尤其中国大陆 我认为是比例很高 中国人还蛮喜欢吃辣 如果我们讲 以吃这个中菜 就是我们一般的中式餐饮来讲 一定会加辣 对 全球80亿人口爱吃辣20% 很多 对 那四调公司波斯特做的 全台 8% 就完全不吃辣 我讲 一点点 这个都算 只有8%是完全不吃辣 常吃辣的还22% 我应该算常吃辣的 就什么都要加辣 什么都要加辣 什么都要加辣 那现在 这种 常吃辣有22% 这个很惊人 超过半数的 我们讲超过半数 是偶尔吃辣 比如说偶尔跟朋友去吃一下麻辣火锅 那吃火锅的时候 他可能是不吃辣 但是他的沾酱 有沙茶酱 那加一点辣 会有 那无辣不欢 什么都要辣 什么都要加辣 要多少 有多少 6.8% 那我们也发现 就是说到冬天的时候 吃辣的人口跟比例 会在大幅度增加 因为吃了 这真的会觉得比较温暖 第一个 你吃下去你流汗 而且 我自己也多多少少懂一点点 这方面的东西 辣椒里面不是有维他命C吗 大家不是说吃辣椒 可以帮助你补充维他命C吗 还有包括吃辣 不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吗 这几个不是是好的吗 所以只要你吃一点点辣 都是好的 所以冬天 大家对辣的接受度 又明显提高 好 而且台湾人喜欢吃辣 喜欢到什么程度 平常我不知道你吃不吃零嘴 像那个什么夏威仙 多利多汁 还有那个卡滋卡滋 我喜欢选有辣的口味 没有辣的有什么好吃 食而无味 你就是要辣 它不够辣 我还自己倒辣椒就要进去了 对不对 你说连薯条 全部都加辣椒酱 而且越辣越好 最好辣了以后 辣肚子还会痛 那一种感觉 那是最爽快的 对不对 可是现在就有问题了 刚才讲到的苏丹宏的问题 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 农林续产食品部统计 台湾我们喜欢吃辣 韩国也很喜欢吃辣 韩国也是吃很辣 你看他们腌制的东西 都用辣椒粉在腌 都用辣椒粉在腌 那每年要吃掉多少 3.3公斤的辣椒 那喜欢吃辣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根据历史的统计 战乱或经济不景气 这个我们一般人可能 比较难去理解 可是生活困苦的时候 你会想要吃辣 为什么 不景气的时候越喜欢吃辣 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 就是说不景气的时候 生活困苦的时候 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或是你觉得生活 太苦闷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 你就想吃辣 为什么 韩国专家说 由味觉吃到辣的食物 会产生一种刺激感 而这种刺激感 会让你达到身心灵的放松 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喜欢吃辣 因为我需要身心灵的放松 每次吃完的时候 你不是会流汗 那种感觉其实是一种缓解压力 缓解压力 所以吃辣有它的道理 因为人的身体 会因为辣吃进去以后 所释放的一些讯号 排汗之外 让你觉得人变得比较舒服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那时候你看 第一个我们讲 战乱或经济不景气 亚洲金融风暴 是不是很大的一个crash出来 当时韩国就推了一款 我不知道是他们有研究 还是刚好反正 那个时间点很巧合 他就推了一个辣味的泡面 推出就爆红 所以你看辛拉面 你知道这个吗 辛拉面 这是韩国的代表 就是代表 对 很多法官人也喜欢吃 很喜欢吃 我也很喜欢吃 然后你再加一点肉片 香肠 海鲜 很棒 金融风暴 销售成长多少 20% 2012年 这个辣火鸡炒面 这个比辛拉面还辣 也是一推出就爆 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疫情的时候 对辣的需求 又大幅度攀升 更胜过往 这个数字很可怕 疫情前的两倍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当然我们现在生活 各方面都很好 经济也很好 所以暂时可能不需要追求 比较辣的食物 可是食安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迫切解决的必要 好 刚才陈燕 今天我们看到 现在苏丹宏的事件 已经延烧到了全台了 当然也冲击到了 很多的这个餐厅的业者 那刚刚也特别提到 当然韩国为例 就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吃辣 不过另一方面也凸显出 挺好 吃辣的人口真的很多 不过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在2005年 当时上海的肯德基 就有发现到 当时他们的这个产品当中 就有苏丹宏 我也喜欢吃辣 但我喜欢的是那种韩式的辣味 你像我们有时候 带点甜甜的辣 对 那种辣味 最好是那种酱辣味 你像我和陈燕哥 以前会从做捷运 做到西湖站 然后走路过来 这个电视台录影 那西湖站对面 就有一家锅贴店 然后里面就有 那个韩式辣味水饺 我几乎每一次都吃 后来我现在有点后悔 我可能通告费以后 都要拿去付医药费 那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这一波 我们看到 整个食安的冲击问题 我们必须了解 它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那基本上 整个中国大陆的厂商 本身就是源头来源 可是我们真正留意 这两年其实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不要讲对岸 就是台湾基本上 也是每隔几年 毒馒头 毒水饺 毒吐司 好像几年就会有一次 食安的问题 那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 这个食安问题 不是说之前都没事 现在出事 是它一直都在用 现在被我们发现而已 之前只是没发现 不代表没有用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多吃原形食物 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 你刚才听到说 05年的时候 当时上海肯德基 他就发现 你知道肯德基里面 有几万两鸡翅 还有鸡腿堡当中 本来就有苏丹宏一号 也就是说 早在十几年以前 基本上苏丹宏 本身就已经流到市面上 作为一个标准的食品添加器了 06年 当时又有人 以苏丹宏四号来喂食鸽子 来做红心咸鸭蛋 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买鸡蛋 会买到那种红心的鸡蛋 以前都会觉得 那是一个胡萝卜素 就很健康 好像这个颜色越深 就觉得它越健康越营养 而且卖比较贵 有些蛋就直接橘色了 后来发现 原来是喂苏丹宏四号 是喂你这个调味剂 它的饲料里面加苏丹宏 本来应该是黄色的 结果你以为是吃了胡萝卜素 结果是吃了苏丹宏 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就说很多食品食物 以前我都会觉得 就说我们在外面吃东西 就是尽量找有店面 因为没店面你不确定品质怎么样 像有店面也可能会出事 就减少外食 多吃圆形食物就好了 不过他也聊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苏丹宏 他毕竟是跟吃辣人口 比较容易挂上钩 那在整个中国市场当中 其实吃辣人口 目前来看是超过五亿 而且呢 因为中国他本身就是 第一大的辣椒生产国 他其实也是第一大的辣椒消费国 我们看到台湾餐饮业 目前已经正式 到中国进行开拓的 你像王品集团 你仔细想想 王品底下有哪一个卖辣 卖得特别好 我们能够想到 就是桃板屋 或者就牛排 或者和牛蒜等等 但是王品本身 现在在中国整体市占 是占两成五左右的营收 在地区营收层面 台湾是占75% 台湾目前有308家分店 中国有100家 可是你观察到很有趣的迹象 如果你王品中国的业务 基本上从21年以后 下行速度就开始加快 到现在整个2023年 他也没有赚回到18年19年 当时的高点 这说明什么事情 这口味数可能有受到 蛮大的一个冲击 也就是说 王品的附入发展以后 到底能不能完全 对到中国的口味 或者当地的竞争 是不是很激烈 对于台湾餐饮业来看 不一定有更多的优势 所以他们在市场的 这个接受度上面 可能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那举例另外一个像美食KY 最著名就是85度C 在中国目前有53%的营收 这样的营收比重过半 而且第二名是美国三成 最后一名才是台湾 只剩下16% 所以你不要觉得85度C 在台湾越来越少 它的营收其实在创高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85度C 你在整个中国市场当中 能不能顺势突破 像瑞信或等等咖啡店 当下的一个竞争范围也很困难 八方的部分 八方云其实是过去两年上市挂牌 台湾总体营收80% 香港的部分有18% 基本上你像是在锅贴 水饺的部分 其实在海外市场都在下滑 它目前是靠粮舍和排骨在撑 另外一个就瓦城了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整个中国市场当中 光是吃辣 它的口味基本上就白白种 四川和重庆偏好麻辣 贵州偏好糟辣 这个糟辣就是有点堕烂的那种感觉 湖北偏好卤辣 湿湿的 湖南偏好香辣 广西和云南偏好酸辣 酸辣 所以基本上 你必须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 对于宏观眼光的认知 才能够完全的 把整个中国吃辣市场 餐饮给拿下来 我这次很奇怪 就是苏丹宏事件 大家人心惶惶 刚也有特别有提到 也是在先前被发现 有苏丹宏八方云集的部分 但其实股价 并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那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 第一 市场针对食品股的交易 量能的信心基本上不高 什么意思 它长期流动性就是没这么好 有时候股票会这样子 就是一间好公司 但是就是没什么人注意到它 为什么 因为刚股价做大幅波动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 新一步的买盘或者卖盘 为什么 因为食品股有一个特性 筹码特别集中 都是集中在这些大股东 你把它卖到跌停 我就是不跟你接怎么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成交量不大 对 成交量不大 所以市场上 针对食品股 即便它殖利率有很多很亮丽的 偏好度仍然没有这么高 很少听人家说存股在存食品股 都可以顺势地转价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十年前的王子面 跟十年后的王子面 它的成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一定涨价 一定涨价 偶其例来说 我们不管是从浦峰做鸡胸 或者莲华做食品的 长期来看它的股价 也没有从什么暴涨 它就是很稳定的反应通膨 股力很稳定的发放 殖利率就保持在5% 莲华也一样 股价就很稳定 它也不给你多大的波动 股力也非常稳定的发展 说有一种事情 食品股由于流动性 相对比较低的原因 所以大股东的持股相对集中 这导致股价不容易受到 景气循环的影响 所以很常会出现景气当下股价大跌 食品股完全股价不动 为什么 大股东根本就不想卖 而且它有每年稳定的配息 而且你知道 有一天通膨物价又涨了 它百分之百转价给你 所以即便如此 我认为台湾的食品股 尤其专做食品的 仍然在整个投资市场 尤其在存股市场 占有益息之地 好 刚刚庭浩带我们看到 是这个食品股的一个部分 不过说到这个食品股 刚刚庭浩也特别提到 在台湾它的成交量 是相对是比较低的 当然筹码也是相对稳定 那么以台湾的散户投资人来讲 最喜欢买的还是电子股 尤其很多人特别关注的 就是群王台积电 我们要请教洪文哥 台积电在美国设厂 大家都最关心的就是 它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拿到这个补贴 现在传出来 他补贴的这个金额 已经出炉了 可是大家一比 就会觉得 英特尔传出说 可以拿到一百亿美元 但是台积电只有五十亿美元 那么洪文哥 我们看到这个照片 洪文哥是刚从美国 San Jose Intel的总部 去参访 那么刚回到台湾 那么他也有第一手的观察 我们请洪文哥带我们了解 好 我们先讲 英特尔这个一百亿美金 台积电五十亿美金 那当然这两个数字 目前都不是最后的确定 这个都是传出来的 他们把消息放出来 让大家讨论讨论这样 那如果 但是我们如果假设 这个数字是对的话 正确的话 那我其实老实讲 我不意外 就是说英特尔会比台积电多 只有二分之一而已 这个代表有几个意思 那第一个意思当然就是说 第一个意义当然就是说 美国其实是支持 自己的本土企业的 因为英特尔是美国公司 那台积电是外国公司 那美国政府当然全力支持 自己的公司 我想这个是在美国 你可以看到他在整个 不管是美中的对抗 晶片的法案 晶片法案 CHIP4等等 他其实都比较顾自己 那这个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差别 那第二个差别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对比 美国日本跟德国 这个补贴 而你可以看到 台积电是50亿美金的补贴 对不对 那大家知道 台积电的整个投资额 是400亿美金 所以400亿的50 这八分之一 才12.5% 可是大家知道 日本补贴的四成多 对啊 大家觉得 日本很阿萨利 为什么美国给这么少 德国也补贴四成多 所以你可以比较就是说 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 我刚才说我不意外 是说因为日本跟德国 都没有自己很强大的公司 没有本地的半导理公司 因为现在如果你要讲先进制成 就只有台积电 英特尔跟三星 那所以这个日本跟德国 就没有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也代表他们政府 是希望真的用更好的补贴 比例来吸引外国的企业 那第三个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那你如果说补贴金额都已经 如果假设这数字是对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 不是补贴多 你就一定成功 其实真正关键 我觉得还是这整个国家 他是不是适合做制造 他的人民是不是很认真工作 愿意加班 来做这个制造这件事 那我们常讲 就是说我们最近都讲 日本那个熊本的那个 台积电熊本厂 JSM厂 他就是大家都很看好 为什么 除了他补贴之外 因为他日本人的工作精神跟态度 其实跟台湾比较像 跟台湾比较像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 那这个如果你要美国 补贴又比例又低 然后他的人的工作态度 又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个两个加一加 因素加一加 你就知道说intel 应该说台积电的美国厂 的这种竞争力 可能就不会有其他国家的好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 日本跟德国还有本地的客户 当做他的股东 那本地客户当股东 他就会解决掉 他的很多的问题 我们说工会的问题 德国其实也有工会的问题 那德国的那几个伙伴 就会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们如果这样直接解读 就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补贴金额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另外 我说这个我今天才早上 一大早才刚下飞机 现在还有点时差 有点累 那我们去intel总部 是跟阳明交大 校长副校长 还有那个产创长 我们一起去参访的 那我 就是在intel总部里面拍的照片 是 那我们秀几张照片 这第一张是intel 因为现在我们说一个金额厂 要一百亿美金的投资 那为什么会那么贵 因为他不是只有 你看他现在每一个金额厂 都分四成 一二三四 那第二层是clean room 我们说捷径室 是 那上层呢 他有那个 因为他那个捷径室 要有很多的那个 就是风机 来把那些 这个微粒把它吹掉 所以他要有很多的那个fan 他们说那个fan的 那个风机的设施 那下面呢 一样的 他下面也有很多捷径室 因为那个捷径室里面是上面吹风 下面也吹 要把那个微粒都吹掉 所以那第三层 这个也是 那第四层呢 就是基础设施 水啊 电啊 这些 所以这个 要盖一座金额厂 就是很贵 因为他有四成 那第二张是这个 intel的创办人 三个创办人之一 这个叫诺伊斯 那他一般人家称他为这个 矽谷之父 对 那这个我是拍的 跟他对看一下 很高兴能够到总部去 那第三张是 即使是intel呢 他们把他这个四年 那个傑星格 他的CEO不是说 傑星格 他四年推五个制程技术 所以这个从7啊4啊3到20A就是2奈米 2奈米 18A就是1.8奈米 那所以他这个四年推五个制程技术 这是他的整个的技术的发展的一个 从7奈米一直到1.8奈米 对 那第四张是intel最早期的一个商用的CPU 叫4004 是 这个晶片 那这个晶片是用10微米做的 大家知道1微米等于1000奈米 就1000倍的意思 就是那个 所以这一颗CPU是intel第一颗4004 他推出还算蛮成功的一个晶片 好 不过我们刚刚洪文哥有特别提到 这个美国扶植intel 所以一百亿美元好像也并不意外 其实看得出来 美国对于他们这个半导体的发展 是非常的重视 所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就有说 他们对于这个整个晶片供应链 他觉得真的是集中在太少数的这个国家 所以他们现在也要去扶植菲律宾 说要把菲律宾半导体工厂增加一倍 要再请教洪文哥 这样子感觉上在拉拢菲律宾 美国的盘算是什么 是 我想这个雷蒙多最近也经常出来 讲了很多都是 我觉得都是代表美国的这个产业政策 那这一次他讲到菲律宾 那我想他其实一个很简单 他说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晶片的供应链 集中在少数少数几个国家 那大家很清楚 少数几个国家是谁 就是台湾跟韩国 那其他还有大陆 但大陆不是 中国大陆不是美国的朋友 那日本可能有一部分 那欧洲也有一部分 但是真的 的确是集中在少数国家 所以他希望分散 不要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所以这个 那所以他觉得说我们 你看他还特别讲 为什么我们允许自己 从一两个国家 购买这么多晶片 他讲的是谁 不就台湾跟韩国 对 那所以 那当然他去菲律宾访问 那我相信大家知道 菲律宾其实没有机缘厂 他大部分都是组装或是测试 那其实就是封装厂 封测厂 那封测厂 目前菲律宾有13座 那他说他们希望把他降 加倍 那加倍我觉得 这个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事实上 现在很多外商公司 甚至包括台湾的日月光 也都到菲律宾去设厂 去增加那里的生产量 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联盟多 或者是美国政府 他就希望把 原来在中国大陆布局的 那些封测厂或晶圆厂 通通不要投了 通通出来 通通到别的国家去 那要去哪里 去菲律宾是一个选择 那当然可能搞不好 像越南 像印度 印度 都可能是他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如果来看美国的政策 美国的政策 其实很有趣就是说 我们常常在讲印太 印太区 印太战略 过去大家讲的是亚太 对 以前是讲亚太 现在讲印太 那印太是什么概念 其实一个很简单 就是说他从印度 跟日本跟澳洲 其实他就画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印太区 把日本 印度 澳洲 相关的这个三角形内的 所有国家通通包裹进来 所以也有包括菲律宾 还有包括在台湾的部分 当然菲律宾也包括 东南亚都包括了 印度其实应该也都包括了 所以这个应该这样画 那这个三角形 其实又把 其实我们说以前的 美国的亚太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中国 大家知道就是说 美国的亚太 以前中国占的 在那个大成长的阶段 他其实是占的比例非常 而且华尔街在中国 赚了很多钱 所以这个 现在是要印太战略 所以菲律宾 菲律宾是在这个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本 韩国 台湾 然后菲律宾 然后印度 这整个就是 美国的新的 这个印太战略 另外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在美国的一个部分 本身大家非常关注 他们在今年年底 就要举行 美国总统大选 目前来看 美国前总统川普 现在要力拼回白宫之际 现在欧洲议会选举 其实在六月份也要举行了 我们要请教唐老师 现在川普看起来 这个声势是看长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就说 这是欧洲议会的选举 有没有可能就会出现 比较向右转这样的情况 可以预期 可以预期 我现在把川普的情况 来概括一下 第一个 川普来势汹汹 第二个 将被提名 更严重的是什么 胜选在望 对 他民调比较高 提名没有用 你还选赢 对不对 可是他跟拜登一比 他民调比较高 好了 现在结果 影响是什么 现在各国 当然主要是欧洲 还有美洲 比如加拿大什么等等 他们就开始危机处理 都成立什么 应变小组 然后相互呼应 为什么 他们要交换情报 你说你认为川普怎么样 他认为川普 所以说川普现在的 所有的言行举止 全部都在这些国家的 观察范围内 说真的 我们要仔细研究川普 因为上一次已经受够了 这次如果真的再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办 是不是要怎么去应对 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恐慌 你刚刚又提到德国 德国是这样 它有一个叫做AFD 另类选择党 这个党成立才十年 结果现在百分之三十 很厉害了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很多党 对 只要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只要有选举的 从欧洲议会到德国议会 到它的地方议会等等 只要有选举的 他都有议员 你说厉不厉害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 小的城市的市长 也是由他这个党来担任的 所以说它的行情是看涨的 好 他为什么看涨 第一个 最开头的时候 他是反对欧盟的 他说欧盟把我们搞得混头战项 要分工 要干什么的话 他们很讨厌欧盟 可是后来 所以到了2015年 梅克尔那个时候 弄一堆难民进来 好了 开始反难民 说反难民反到现在 而且差不多两个礼拜前 他们那些决策人物 他们开会 他说以后 我们要把这些难民 要把他们送回去 好了 这个消息一出来 整个德国疯狂 都几乎要暴动了 就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人 走上街头了 就表示说一般大众 还是觉得说 这个党确实是有些问题的 极右派 他是比较保护主义的 对 可是他们还是吸引了 我们刚刚讲 百分之三十的选 对 三成以上 你想想看 这个百分之三十 已经不得了了 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里头 就现在情况 就是因为六月份 就因为下个选举 六月份 就是欧洲议会选举 所以现在很多的专家学者 都在研判 这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 这些极右派 我刚刚讲只有德国 不是只有德国 几乎所有的国家 欧洲的国家 都有极右派 这个其实我们刚讲 是极右派 还有极左派 而且这两个 都可以算是什么 算是民粹政党 民粹有什么特色 民粹第一个 反历史 反现状 然后反精英 反精英 那这个反精英 是什么意思 是说因为你内行不行 你内行不行 我外行来 那意思就变成什么 变成外行领导内行 这种情况就很特殊了 你很多职业 是不可以这样干的 你说医生 你可以这样做吗 不可能 所以老师刚刚提到的德国的部分 其实他们很多半导体医疗 都是缺乏人力 缺工 你现在要把人家赶出去 以后缺工都为你怎么办 当然了 所以说他们民众就走上街头了 民众走上街头了 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不但是欧洲 德国 还有很多欧洲其他国家 也都出现这个状况 你像意大利已经极右派上台了 你现在荷兰马上要上台了 昨天葡萄牙他选举 也是极右派上涨 还不见得上台 可是他已经 也是差不多30%了 这个再跟川普 来一个美欧呼应 好了 相辅相成 所以说这种状况 我看在美洲也好 南美洲也有 什么阿根廷 什么那些 什么巴西 他们也有那种当地的川普 所以说现在 民粹这种风气 可以说是遍布全球 所以你说现在 对整个欧洲人来说 欧洲国家来说 他现在缺工缺得很厉害 他缺什么工 是缺这些专业人员 你像譬如说台系列 现在要到德国的 叫做Dresden 叫德莱斯登去建厂 年底要建完了 现在德莱斯登的大学 派了三百个学生 到台北来学习 真的 已经来了 我那见过面 已经来了 好了 以后他如果 这一次觉得很好的话 下次派一千个 他现在缺六千个工程师 所以就看得出来 他们真的缺乏 这方面的人才 好了 那你在那边 国内在那边反外国人 好了 那不是搬石头 砸自己的脚 好 另外还要来关注 日经有指出 其实在中国大陆部分 山中全会在去年是 比较破天荒的 没有召开 那么特别有提到 是因为习近平不能够 曝露出自己的弱点 没有再请教唐老师 其实在这一次 两会的这个期间 可以看到结束的前一天 有金船这么一辆轿车 他要去冲撞北京中南海的正门 那么这件事情 是不是也凸显 现在他们民怨 是会比较高的 是的 这个确实如此 因为这个两会 我们一般来讲 都看到好像 大家都一团和气 其实他们开会的逻辑 跟我们不一样 他开会逻辑是什么 他是闭门讨论 然后对外一致 凸显团结 他说我们要吵 关起门先吵 吵完了以后 大家决议 决议以后大家一致对外 民进党好像也有点像这个 可是国民党不是 国民党说来 全代会 放炮 这个是国民党 这不一样的 好 那他们是这样的 那他们还有一个规则是什么 无结论不开会 所以说三中全会没有开 对 三中全会是非常重要 是他这个党的这个重大政策的 一个决策的一个机会 可是这次没开 为什么没有照开 没开就表示什么 表示内部问题复杂 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共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 现在中国青年的失业率 其实也非常的高 其实在台湾 现在也出现了 很多的成年人 现在也有这个聚音化的情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了解